周迅和丈夫高盛远结婚三年都没要孩子 还一度传出婚变 去年6月有人爆出周迅已同高盛远分居 但没有正式离婚 外界猜测这段婚姻已经名寸失望了 近日有媒体目击到周迅和高盛远夫妻间耐人寻味的一幕 当天周迅独自现身杭州 身旁也只带了一位助理陪同 想必是私家心切回老家待望父母 周迅为房子被路人认出 还特意用毛细帽和口罩遮挡头部五官特征 整个回家的过程都没人认出周迅 而距离周迅不足百里的高盛远则在上海拍戏 身旁也只有助理陪在身边 忙到晚上结束了当天拍摄任务后 高盛远就同助理一起去吃饭 或许是一个人的生活实在无聊 吃晚饭后的高盛远并没有立刻返回住所 而是一个人走在大马路上散步打发时间 边走还边用手机聊天 在外面逛了一圈后 这才回酒店休息 全程手机不离手 高盛远此前在台湾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 才结婚三年的夫妇又都在内地 相隔不远完全可以约晚上见少一面 但夫妻二人却只顾各忙各的事 见面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奢望了 去年10月周迅43岁生日 高盛远也并未现身陪周迅过生日 而只是在微博上发了一段文字祝福 聊表心意 虽历破离婚传闻 但外界依然猜测高盛远只是做表面文章 感谢观看